欢迎收看五七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今天晚上要开奖公布了 台股今天资金继续的观望 已经保守两天了 今天亮缩开高走低还翻黑 上下震荡超过了白点 台股今天怎么只演了 第一个小时的好戏呢 明明昨晚美股打暗号了 大涨 那台股怎么没有跟上 没收到这个暗号呢 今天电子股表现比较低迷 可是作用题材的钢铁股跟生技股 跟对岸都有一点点的关系 吸引资金的进驻 年底之前难道作账要换 传产股来表演吗 马上欢迎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分析师王乍丽 乍丽跟武安 明君好 同学好 欢迎分析师连千万阿姆萨好 明君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分析师邓上伟 邓老师好 明君同学们 大家午安 美股昨天大涨难道CPI今天晚上 数据会不错吗 会大降吗 可是台股怎么呢 表现有一点点虎头蛇尾 只演了半场的好戏 难道市场资金有先警觉 有什么猫腻存在吗 因为我们看整体产业 有衰退的疑虑就算了 还有库存的风险 不只电子有库存压力 自行车龙头巨大惊传 库存炸掉了 将要将货款的票期再延展45天 代表他现在是没有钱 可以付给他的供应商的 要大家供体时间 疫情红利怎么这么快就没了呢 那自行车族群整体绕练该怎么办 请问赵丽老师 白子革命之后大陆的平民 就是现在要干嘛呢 因为想快速解封都跑出去玩 可是疫情没结束 结果好多人都染疫发烧感冒了 引爆了抢药潮 好 从退烧药感冒药到抗生素 全部都要抢 台湾的生技股发挥药效了吗 已经好几天全面的喷涨 但谁可以抢快钱呢 另外宝钢明年1月说 内销的盘价全面要调涨 今天钢铁股满血复活 2014的中红底部爆量长红第一根 能够追吗 请问阿温塞 现在选股四个逻旗要先做好功课 明年才有准备 第一个是明年不好 VS反映完毕的怎么选呢 还有跟景气无关的 另外前景光明的怎么样来挑 除了电动车大家共事一致 明年很不错之外 工业电脑也是黑马骨 现在工业电脑说 再手订单看到明年的年终去了 工业电脑谁比较好呢 我们从本益笔来观察一下 看是谁比较有机会来出现 但是大盘来说 撑过今晚之后 CPI一开讲 封关行情就不忍了 可以正式启动吗 你学好股票 压力支撑价先抓起来更加安心 请问邓老师 广告回来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今天晚上九点半 美国要公布最新的十一院份CPI 但在公布之前 美股昨天先大涨 但台股今天怎么没有跟上这样的涨势呢 依然是量缩整理的格局 开盘第一个小时 小涨之后就翻黑道盘下 就尾盘差不多 卖压越来越大 中场是下跌了 89点收在14522 有守住14500点大关 量比昨天稍增 不过还是蛮低的 1885亿元 今天正贡献点数都是 多数传产股的天下 包含阳明说要饮小旺季 它被踢除0056了 今天股价在剔除前夕大涨 中宏也是爆量涨停 因为宝钢说明年第一月份 要调涨盘价 那望海也是航运股被扬明带动 以及中宏也是涨盘价 今天是上扬的 那今天冷的就是电子股 全子股全部是冷击击 海基电下跌 红海等等 南电月光头控全部下挫 那老师你昨天有讲 大盘要整理 因为没有办法 整理这么多天 恒在那就是无法过前高 那日K连两黑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在观望 今天晚上的CPI会亮缩 可是如果今晚上CPI公布了 不管是优于预期 或是低于预期的话 到底方向会向上还是向下 对 当然现在来讲 其实这两天大概都是亮缩 那黑K棒的一个走势 那技术面其实就在 景线这个地方 那我觉得CPI的公布小时 比市场预期来得高 真的比较高 那我相信回档的压力就大了 美股也是一样 那假如比市场预期来得低 那基本上来讲 应该还有震荡向上 往这个地方来进行挑战 所以我认为 其实亮缩是好事 因为大家在操作上来讲 因为你比如说像CPI等等 你在今年之前 没有人再看这些数据 因为这以前的时候 今年之前的前几年 其实CPI就通膨都很低 所以那些数字不重要 可是现在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认为 在操作上来讲 大家还是要理性 就是说真的很重要的经济数据 要公布的时候 其实你在前几天的时候 你就应该适时的 降低你的持股比重 不管你是多或空 你总不可能说 我到今天的时候 我还进多单 非常的多八成 甚至于满仓 那空单的部分也一样 你也不可能满仓 万一公布跟你的想法不一样 那你不是糗大了吗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说 其实亮说 就代表大家比较理性一点 其实我觉得这是好事 那你等明天公布完之后 看到底状况是如何 因为毕竟数字的公布 说真的大家都不知道 有知道的肯定是极少数 它也影响不了盘市 所以刚刚明星有提到 今天是在打暗号 打暗号 夜伦有打暗号 我觉得 其实我跟大家讲 今天彭彭的部分 当然到明年肯定是降的 只是说它要降多低 这个其实说真的 这个就不一定了 预期 所以我觉得 当然有可能美股 因为这样的一个 夜伦的一个讲话出现反弹 不过我觉得还是要 持续观察数据 好 那夜伦到底讲了什么话 CPI公布前夕 他先打预防针 他说 航运汽油成本大跌 月油价跌嘛 对不对 运价也跌啊 明年底通膨会大降 可是伴随而来是 经济恐怕衰退 那经济人却调查说 股市有机会迎来反弹 明年平均涨一成 下半年会显现 那这看起来说法 经济衰退跟股市大涨 这两边的看法 有一点点互相矛盾 怎么看未来的方向呢 那今天晚上9点半会公布CPI 预估会降温 好 可是为什么 美股涨了 CPI可能会降温 却没有激励到台北股市呢 会不会是有一些库存的阴影 跟乌云挥之不去 除了电子股还在调整库存之外 没有那么快 明年第一季 第二季嘛 传产股 过去受惠疫情大红利的自行车 怎么一回事啊 昨天这个巨大奖啊 库存太多了 无预警的发信给供应链 这个票期要展延45天 他们也坦言 自行车的库存之高 是1970年来首见 比海啸多三倍这个存货金额 那美丽达表示说 库存有百亿元 但强调一切正常 就要指引长赶快讲啦 预估明年上半年 库存会回到正常的水位 那其实它过去是台股模范生 包含了1到11月营收 还创下史上新高 还在创高的过程当中 却爆出了 赵立哥什么叫做票期展延45天 这对于厂商来说很严重吗 对 没错 我想目前来讲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因为其实说真的 这段时间的消费需求真的少 你从不管是通膨的压力 或者是股市的一个下跌 这段时间 所以当然需求减少 那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大家当然只关心 电子股的部分 你比如说半导体 记忆体 反正面板 一堆 好像传产没有 其实我跟大家好不好 你像巨大好了 今天巨大这样子 等一下我再来做说明 大家当然吓一跳 可是说真的传产也有 你像钢铁 铁矿沙也跌翻了 报价也跌翻了好不好 其实全面性的 都是在清库 大部分绝大多数的产业 所以在 昨天我也跟大家讲过 其实现在假如说 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大家对于未来的 经济的展望的部分 其实会有一点忧虑 那我相信这个不会是最后一个 这个后面你来看 库存的部分还是其实会有 那只是说相对上来讲 他讲到了票期要展延45天 我觉得以这样的情况来看 其实它代表一件事 不一定说他的财务状况非常差 可是重点来的 基本上来讲 肯定是有一点点问题 有一点点状况 我们应该这样说 不是说他会倒闭 是说他有可能现金流的部分等等 也不要说嘎不过来 也不要说嘎不过来 就是比之前 当然相对讲来讲 比较紧一点点 不要说嘎不过来 也不至于到嘎不过来 不过我觉得 比较紧 对啦 稍微紧一下这样子 那就叫下游的部分 上游的就这样 就是供品时间好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要跟大家报告的就好 你看一下 那当然他们西优 其实他们觉得半年 就有可能到明年上半年 那下半年大概就结束 可以解决 所谓的一个存货的一个部分 好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你比如说像 所谓的一个巨大的部分 9921的巨大 对 那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我相信 你看今天爆量 对不对 6000张 而且昨天其盘中新闻就出来了 看他还稳稳站在那边 就今天哇 对 没说 头弹极的 对 然后你看一下 其实今天闪单 有留上下以前 对 对 亮出来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很多头证 有些头证 不能说很多 今天肯定下去 做强反弹的动作 我觉得 对不对 一定的 因为他觉得好像好公司 然后遇到不好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对 很快就会过了 对 好像就已经 这个事情就过了 假如真的是过了 那当然OK 可是我觉得 好 你看一下 你说他的营收的部分来讲 好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好了 好 我现在跟大家 其实你真的不是那么懂的时候 你不要用赌的 因为你先看一下 你比如说他的一个上游的部分 贵某 对 做链子的 对 你看一下 其实他年增率的部分 这个是从2020 就今年7月份的时候 不只7月份 其实在2004年 就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 其实就容易出现 2002年4月 对 就已经开始年增率已经出现负了 凝收下滑 对 就已经开始 年增率是呈现负值 对 单月的年增率都已经呈现负值 好 那他假如是这样 他的供应链假如是这样子 那其实下一页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巨大 好 巨大的部分 其实目前他年增率都还是正的 对不对 那月增率是负的 好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他的年增率也越来越少 你有没有发现 那我问大家 比如说像12月 比如说像1月 比如说像2月 3月 4月好了 我认为这个营收肯定是往下的 那既然是往下的一个状况之下 其实说真的 你这个地方去做抢板台 很危险 对不对 相对上来讲 真的是比较危险 所以我会奉劝 其实当你看到一些利空的时候 你要看他到底是一次性的 或者是说 他有可能未来 他的营收还是 未来的半年 有可能还是不好 那假如是这种状况 你不要去做 你不要去做买进的一个动作 我想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其实 就是说你从他的一个 很多公司都有上下游的供应链 你可以从他的上下游的供应链 去做比对 就是说 其实像你假如说有比较注意 因为现在 在自行车的部分 最近真的比较没有人在看 可是你假如有在看的人 其实你看到像 刚刚提到贵萌那一些 利奇等等这些 你说真的已经开始下来了 那你那时候就要记得 像这种巨大 美利达它的供应链的部分 有可能你就要稍微的避开 可能就是上游供应链 有先反应营收的下滑 那这个下游的整车的巨大 它比较满反应 但是问题是 也是会反应 对 一定会反应的 营收下滑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觉得 今天很多人有可能去抢 我觉得这个不是太对的一个方式 好 但是另外 他有讲到说 明年上半年有机会 库存调整完毕 那现在去抢短抄底 可能过早 但什么时候有机会呢 是不是就像面板骨一样呢 面板的彭霜让友达董事长说 面板试况已经不会再下修了 这一波面板景气是 L型的脊椎式修正 目前到骨底了 那是不是真的 如果说要抢反弹的 可以看面板骨呢 好 来 其实我要跟大家报告 其实投资人真的有时候 都会误会的 就是说你看到 其实像面板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其实在高档 我说这种不要去碰了 这种你真的不要 现在要不要碰 你还是不要碰 为什么 你还是建议 因为这种产业 因为大陆其实说真的 技术没有比我们差 那产能也比我们大 我们不是龙头 对 那好 你看一下 不再下修好 纵使不再下修好了 你看这一波的景气 它是L型的脊椎的方式 就是它是这样 突然之间 脊椎式的下来 好 来 那重点来了 复苏的状况分很多种 所以有时候投资人 真的忽略了你知道吗 因为它真的不弹 复苏的状况 有可能是V型 也有可能是U型 也有可能是L型 也有可能是W型 也有可能是Nike型 对不对 有好几种付出的方式 我虽然谷底有可能到了 或者是我即将有可能 比如说有些 现在大部分的产业 电子的产业或很多 其实都认为明年的上半年 会是谷底 对不对 就是大概谷底 明年下半年会讲 其实现在大家的预期都是这样 好 假如是这样的时候 那假如付出的时候 你要买的是要买V型的 不然你至少要买Nike型的 你知道吗 对不对 你买L型的那不就完了 你自己都说L型了 L型最下来 那它我觉得假如说 最好的状况也是 有可能是EU EU一大段时间 那很久一段时间 才会上来 所以我一直强调你不要去 你不要看到high的你知道吗 好像谷底官 那我跟大家报告 你比如说友达的才测好了 友达的部分 那这是眷商估的 你看今年的部分大概 赔钱大概就是2.5上下好了 明年有的甚至于估会 比今年还来得多 4块多的 3块多的 那你说假如是这样的预估值 因为股价是反映未来 当然这个会有变动 因为走下 时间走下去 当然它的一个基本面会产生变化 不过我的意思说 假如有人既然还有人估 你像麦克里 今年估负的2.9 明年估负的4.78 假设是这样子 还会再大涨吗 你觉得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那国胎投股 它估的是今年付2.54 那明年付3.16 损失也更大 所以我的意思说 其实这种股票你就放生了 你不要理它 因为以这种来估 我觉得它这种就是L型 就是以这种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反弹 对啊 时间要很久 那群估的部分是不是也是一样 今年估大概是2.8的 那明年估大概有的也是估 比今年还来的衰退 EPS还来的差 那你看一下 所以你为什么 所以我的意思说你知道 他们为什么这一波段 从10月底大盘涨上来2500点 结果他们真的不涨 所以我的意思说 你不要误以为 看现行的人会觉得 这是第一点 这一点 形态很漂亮 现在形态呢 没漂亮了 你知道吗 就完了 你知道吗 好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假如你现在要从产业面去看 因为大家其实预期明年有可能是 就是谷底 不管第一期或第二期 可是你要选的产业一定是会B型的 就是我现在预估这个产业当谷底过完之后 它是会B型的业绩跟营收上来 那才值得你这个地方去做买进 假如是L型或者是U型 那你就放生它 你就不要理它 好 那有一些热门股的部分 你比如说 对 军工概念 因为最近 这一波要怎么看呢 好 对 超火的耶 超火的对不对 好 那你看一下 8033的雷虎的部分好来 那雷虎你看一下 它的美股净值不到10块钱 对 这种就是不能信用交易嘛 那股价这一波段 总共从10月底 11月1号开始涨 涨了103% 对 可是它才赚0.09 那你说这种股票呢 其实说真的 当我个人觉得 因为这种也没办法嘎空嘛 而且它已经涨上去了 对 它已经涨上去了 所以你这种也不要去操作它啦 因为这种就题材性 筹码性 我觉得好 那另外的你比如说像合成的部分 对不起 要是被关紧币吧 对 1810的合成对不对 好 你看一下 股价也 因为也涨了真的一大段 这种呢 然后今年前三季的EPS 0.43 那股价 净值大概20.93 可是股价真的涨一段 从11月份到现在也涨了78% 我觉得这个也不适合啦 那另外龙缸的部分 5009龙缸的部分 你看一下 对 之前一直讲说 其实这个 这个就相对上 对 那因为钢铁股最近也比较强 对 所以它这两天 对 也刚好 题材不错 题材多 好来 那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 3005的神机的部分 因为它前三季 2.51 对不对 那禁值31.7 从11月1号到现在 其实它的涨幅相对上来讲比较小 对 没错 那你看一下它基本面 等一下我们再看技术面 好 那你看一下 其实它今年前三季大概赚2.51 今年预估来讲 大概就是3.58到4块钱中间 明年预估来讲的话 大概有4.5到5块钱的水准 就是说它有可能从3.7 3.8到今年APS 明年有可能到4.5或到5块钱 所以成长的啊 对啊 那它11月1号也是第三高 其实它是强固型的笔电 什么是强固型的 强固型的笔电 其实跟一般的NB不一样 这个比如说用在国防 军人在用 也耐壮 耐摔 了解了 你知道吗 防水啦 工业用的也可以 就不是一般的NBPC 所以NBPC不好 对它来讲其实没什么影响 对 那它要有汽车零组件 跟航太的扣件的部分 那它风达科最主要就是说 航太扣件的部分 你看一下3004的 所谓的风达科的部分 好 3004 对 你看一下 其实最新股材还蛮强的 它持有它大概39.8的股材 那我们看一下3.05的神奇的部分 刚刚看到EPS 明年要比今年成长的 说真的不多 那你看一下它的线型的部分 其实今天已经有挑战 凭这个高点 所以我觉得假如说 以这样的形态来看的话 均线都在下面 形态今天又已经来到这个位置点 我觉得这个只要往上去冲 等量 对 我觉得基本上应该就会强攻 那本益比相对上来讲 也是比较低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是存货的部分 要让大家看 因为大家都担心存货的问题 你看一下 它的存货在这个地方是64亿 69亿 75亿 对不对 73亿 其实到上一季 变少了 第三季 它变63.8亿 对 所以确实它的存货有下来 那这种EPS明年预估非常好 存货又真的像 我觉得本益比又低 现行又不错 是值得来做留意的 好 感谢赵一老师 今天针对的包含了 这个产业最新的变化 疫情红利没了 为什么自行车 会产生的库存压力 导致要这个展延 票期的问题 也给大家做了解答 不过要提醒大家 现在有一些产业 可能明年到年初 还是不够健康乐观 大家要避开 不过相对的军工概念股 不受到景气的干扰 好多股票已经涨上来 那谁有机会落后补掌 隐藏的军工概念股呢 有题材有基本面 大家除了可以参考这张表格之外 老师会根据表格内容 答复大家的问题 也可以参考画面上面 在老师的大头娃娃 用手机扫一下QR Code 跟老师加个朋友加个LINE 不管是你手中 有军工股的题目想要问 或者是针对面板股 或者手中有套牢的 这个传产股 任何问题要提出的话 都可以跟老师来做询问 老师有空的时候 会帮大家来解答 那相关的个股操作的方法 跟基本面呢 在LINE里面 都会跟大家来做分享咯 广告聊一下 最近强强棍呢 还有这个生技股当中的 原料药跟治疗 为什么呢 大陆啊 在这个快速的解封之后 就全民大感冒 都在抢臀 退烧药 现在退烧药 在中国变成了稀缺物资 中国爆发了抢药潮 那台湾生技股 可以发挥药效多久呢 请问阿文在 休息一下 收听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大陆人真的好辛苦 什么都要抢 要抢盐啊 抢蒜头啊 之前要抢口罩啊 要抢PCR 现在要抢什么 抢退烧药 因为白纸革命之后 人民反抗嘛 不想被关 那没关系 那我就放宽防疫政策 就大家放出来啦 没想到染疫人数大幅上升 要赶快干嘛 为了防止感冒 不管是预防或得到病的 都要来吃药治疗 导致大陆现在爆发了 非常疯狂的抢药潮 一夜之间 退烧药成了稀缺资源 什么时候能够买到退烧药呢 你看这个药局都贴 我没有莲花清瘟 我没有新冠湿剂 我没有部落分 都没啦 然后这个大陆人很聪明 找香港人代购 现在香港药局 这个退烧药买一大袋 都要送到内地去 去买转卖 可以卖好几倍的价钱 中欧闹药荒台制药 迎转单吗 第一个是中国防疫松绑 引发抢药屯药潮 那大陆欧洲 欧洲大陆缺抗生素 受害的有中化跟中化生 那台湾一头拉股做药的 在大陆油厂的全部都喷了 南光深达建牙永日松热药 剑桥台药永幸幸会 生态跟神龙 生意股尤其不受景气影响 我们在讲过好多遍 加持得更棒 包含保龄腹井 这次跟感冒药没关系 不过也是有题材相关 生技股夯嘛 肾脏新药后年有望 那获得大陆药症 投资1.5亿原药扩产 台康生 泰福KY也都有利多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讯息 我觉得这一次的原料药风潮 好像两年前 那时候新冠肺炎刚爆发 大家都在研发什么样的药 可以治感冒 治发烧 当时这一坨药也长了一大段 后来就沉寂了 现在又来了 这一次题材可以吃多久 对 因为这个消息 你可以发现今天一开盘 整个原料药或是玄秘药 这类型股票的话都大涨特涨 你看4102 永日一冲就冲上去了 4167 4167 4167的松瑞 好几个 不用看开盘 直接让你睡起了 开盘就收盘了 这sleep就睡起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1701的所谓的中国化学 中化还涨停了 就这一点让你买 你不买 砰 拉涨停 或者是像所谓1G52的蓝光 这一部分的话 涨多了 但是还是拉涨停 所以这些股票是大涨特涨 因为中国大陆解封 防疫的话引发抢药 囤药 刚才明君讲得很清楚 有的人干嘛 知道怎么在这里 欧洲因为怎样 因为所谓的大陆的材料 包装很多都盈物 所以变成像墨西岭 这些饮料的东西 抗生素的饮料都短缺 所以这些都是大涨特涨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 这类型股票 为什么我过去在讲美食 讲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很大声 或是保林讲的大声 为什么这个所谓的 饮料药 学名药的话 讲的没有那么大声 我们再回过来 我们再看4102的 所谓的永日的部分 这台积电的营业利益50.6 这个联发哥的营业利益13% 这个营业利益的话2.37 这么少 好 我们来看4167的松瑞的话 这营业利益多少负3 负3 负3 好 那1701的所谓的这个中文化学5 5% 所以这营业利益都没货 然后比较好是蓝光 蓝光的话15% 所以它股价比较好一点 那为什么以前一直在讲所谓的这个美食 1795的美食 美食这些毛利49% 它已经是跟那个所谓的这个 电子股差不多了 这个台积电50.6的话差不多了 所以为什么它比较有一些爆发性 那现在这些股票一直涨 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4102的 所谓永日的K线图的一个部分 好 看永日的K线图 那这边大涨对对 我们看之前 说小 你看之前这边 美国到这边 这边也是大涨 对 刚才那个也要看到 刚才那个也要看到 对 你可以发现几涨就好像现在连涨两天 那之后马上就整理 因为毕竟营业利益只有2.37 这是一个抢购 那这样就会让它获利暴增吗 不容易 不容易 那你可以发现之前也是这样 一涨就下来了 对 所以这个的话都是因为当时 消息里面的东西造成大涨 但是其实这个对获利 会有短期的获利 但是获利的一个爆发性不是那么够 不是那么够 所以一般来讲这类型股票 它的操作逻辑的话 就是不能追高 因为冲上去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底 但是它一下来 可能会很快就下来 或者是说它连涨几天 它之后就进入一个盘整 然后之后下来 大波段的话也许会上涨 但是问题就是说 短期它涨了它就会整理 涨了就会整理 因为毕竟它的获利各方面的话 会比较差一点 那当然没有错 最近这个全球第一大学民药 叫Sendos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的话是涨蛮多的 那股价蛮不错的 对他们的股价的一个拉伸的空间 当然是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你可以发现 玄米药他们的一个成长 每一年的话 大概都是4% 5%的成长 所以玄米药的成长空间 不是那么大 就比较稳定而已 但成长空间不大 那过去我们为什么会 一直讲所谓的美食 或是讲台康生 或是讲这类型族群的 因为这个所谓我们刚刚讲 这些的话是毛利低 或者是所谓的获利不好 但是我们来看下一页的部分 你如果说像台康生这一种 他这个礼拜要公布 这个乳癌的生物相似的药 一般来讲这个药分两种 一种叫做大分子蛋白质药 很困难 这个利润非常高 这个药的话可以卖几百块 三百 四百 五百 这个是所谓的大分子的蛋白质药 它到期的时候叫做 蛋白质生物相似药 Bios命的这种药 但这一个东西的话利润也很高 虽然以前可能卖一千块 就卖五百 四百也很好 但是玄米药小分子的 这个所谓的化学药 它可能就赚五十块 四十块 但是如果说你是玄米 到期就变成玄米药 玄米药两块 三块 一块 所以那个差距很大 所以这个的话就有爆发性 这爆发性怎样 就是说我本周公布 我如果通过 我马上拿Milestone里程经的7.4亿 这种对获利也有帮助 然后这个的话会贡献8到11块 然后另外它还有两颗药的话 也是贡献那一个价值 所以这个为什么会具备爆发性 就是因为它这个获利 不是只有毛利2.57 互3.46或者是5.82 那一种所谓的像玄米药 原料药厂那一种的 这个的话获利就会比较好一点 这个的话涨多一定会整理 你可以发现它的药的话 2021年这一颗药 原料的话是140亿 然后2025年的话会到42.5亿 所以从14亿的话到42.5是三倍 所以它的空间很大 所以未来这个比较多 所以这个就有爆发性 爆发性强 这叫Vocano 它涨多它会整理 整理到什么时候不晓得 但也许它通过可能就会再涨 另外像保磷的话 它法素会它昨天也有法素会 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 它这个东西的话 柠檬酸铁就是做拿把银的颜料 这扩厂 那本来的产能是30到80吨 那未来是100吨 所以营收的话就增加12到16亿 我们说平均如果14亿的话 它一年营收25亿 就增加56%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过去常常讲 美食台康生或是保磷这类型股票 就是说这个一旦成功的时候 爆发性比较强 那我们回到上一页的部分 就是说这一种的话 虽然引发囤积 所以股价会涨 但它只是一阵子而已 对获利的贡献的话 营业利率不够高 很低 就是那一段时间而已 之后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叫做吉丹 那吉丹股价反应会很快 吉丹怎么操作 很快 马上就下来了 好 不能乱追 一定要摄停利点 一定要摄停利点 好 这个是生技股 最近大陆抢要风潮阿文塞所 给大家解读 但是这个题材可不可以走得比较远 不是吉丹 而是真的价格要调涨了 大陆的宝钢说 一月份要调涨盘价 经过了风控这么多的困扰之后 大陆的基础建设跟房地产 要动起来了吗 今天中红市底部出浪的第一根 中红也涨了 这个涨势你怎么观察 对 一般来讲 我们是认为就是说 有些人都会觉得说 钢铁 你看中红 中红的话公布营收的话 是年价29% 然后公布获利是 是亏钱的 钢铁股不能摸 钢铁股不能摸 确实一般如果说 以现在基本上现有的资料的话 是不应该摸这一类型的股票 但是为什么会这么惨 就是因为中国一直封城 封城大家就只能在家里面 也没办法去工作 整个经济都在下滑 现在开始要解封了 经济要复苏怎么办 其实经济要复苏 一开始就说 明君你吃三餐 再吃四餐 五餐不太可能 那个的话在吃方面 你要让它促进成长 其实说真的贡献不多 其实都是在基礎建设 基礎建设 还有在房地产 基礎建设房地产是 立竿见影马上开始在动工 开始在施工 马上那个经济的话 看起来就比较复苏 然后有救援机会 就会多吃饭 慢慢就引发所谓的陈述效果 所以变成说这个钢铁 是促进基金成长最快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现在当然对钢铁 我们认为是先小波段 那之后的话才是大波段 为什么是小波段 因为刚开始而已 其实宝钢这个你会发现 这段时间其实宝钢这样展 去37% 虽然还没有上涨 盘价还没有上涨 就去37% 偷偷涨了 也就是说它还没有公布上涨 已经慢慢怎样 在补库存 所以它的股价就在上涨 补库存补到一个 所谓的热度的时候 涨价 就涨价 所以在补库存的过程里面 它就开始掉了 它就开始掉了 所以我觉得钢铁其实过去 在所谓的第四季的话 或是第一季 那时候电子股 比较没办法表现的时候 一般来讲 钢铁跟所谓的航运 过去 比较会长 只是说现在航运比较低迷一点 因为受到基本面的压抑 你可以发现 像这个涅价的部分 这段时间真的是涨蛮多 有些人就说你怎么去坐 主要是这个把它定高了 这个不算 这个如果没有的话 把这扣掉的话 这边的话其实是拉润高 也就是说最近涅的价格 其实说真的是涨蛮多的 你看下一页的部分 好 你看这个铁礦砂 铁礦砂虽然没有涨 但是最近才开始涨 也就是说一涨它是涨10% 就是一天涨1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是觉得说 钢铁现在有一点就是说 温度也许以前是 就是用冰冻 现在温度的话可能只有30度 40度 温度只有30 40度 你也觉得还不够热 真正热的话是可能80度 90度 100度 那才是热 你现在才30 40度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 它比较有一种情况之后 有可能它是在往70度 往80度再走 所以变成说现在只能小波段 因为它温度才刚开始起来 也就是刚开始 北极熊刚开始苏醒 冬眠开始苏醒 开始苏醒 开始要动 也就是说它现在开始要动 自己就说是不是温度 会到80 90 有可能 但现在还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有可能就是它在补库存 所以我们回到上一页的部分 所以这个涨幅其实一般来讲 是涨了蛮多的 50到200块 这个对所谓的钢铁的一个情况 会比较明显一点 所以我们看到2014 我们看盘中图形的部分 2014 当然热压的部分 第一个受惠的话 就是像中宏这一类新国票 一下子就拉上去了 就拉涨停板 但是我们看Q线图的部分 所以短线 因为一开始的话 温度只有30度 40度 我们不要说一下子就看大涨 热涨 但是我们就先看这一种的 也就是说涨两三天 涨一个两三天 都会停滞的一个情况 如果尔河 铁光沙 跟第二价格持续上涨的话 可能就是组身段的 那时候就钢铁的组身段 还是要看报价 对 所以现在先看是这一段 真正的一个大波段的上涨的话 一旦温度提高的时候 钢铁股的话 就要加紧做买进的一个动作 另外热门股的题材盘点 我们每天帮他追踪的343的创意 但是我觉得短级里面 就是全资股的 嘎供力道减弱了 怎么说我们来看创意 因为创意一直是我们所看的 所谓嘎供指标 上次最高是82.2 后来跌到71.5 马上又拉到72点多 现在剩下61.7 也就是说康导 认输了 每天那种煎熬的生活 然后那个所谓的 热锅上的蚂蚁 所以开始从82.2降到61.7 高空的力道的话就比较弱 但是它不一定会大跌 但是它会盘整比较弱 这样的话对电子股的一个助长力道 就会稍微比较差一点 所以创意的话 如果卷制比持续下跌的时候 可能电子股的跌幅会比较凶一点 要小心 所以最近的话跌得稍微比较多 创意不涨的话 电子全资股要小心 通力道 最近微盛的一个 2388 我觉得年底作战的话 宏达电集团 华星集团是我们觉得 比较可以注意的 因为它这个主要是因为大陆 它下CPU不能用X86 Intel X80也不能用on 但是X86还是比较好用 可以用微盛的 微盛以前有这个专利 所以他们可以用微盛 所以你可以发现它营收为什么起来 就是整个CPU都转过来用它 所以它未来营收持续成长机会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宏达电微盛 持续做价的机会比较高 昨天在法售会里面的话 有一档个股 大概这个获利被调高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再看下一页的部分 这个的话大概获利从7.81元 把它调高到9.05元 获利调高的话 其实本益比就会往上做一个拉高 然后获利的股价的一个上野情况的话 也值观察 所以这个广继的话是由法售会 另外的话就是台康生 大概这个礼拜会不会通过的话 我觉得是很大的关键 如果通过的话 我觉得是另外一波 这个所谓的 比较扎实的那些所谓的生技股 另外一波上涨的机会 所以这个礼拜的话 它是17号之前 哪一天不晓得 但17号公布 如果拿到要证的话 应该对股价会有大帮助 不过这个有时候一番两单言 北极星的话 拿到解放成功 但是股价帖国 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 好 谢谢阿文塞 相关的热门题材盘店 今天除了跟大家讲 这个最近因为大陆囤药 引发了原料药的热潮 要小心 毕竟从盈利率来观察偏低 可能这个卖很多的药 对它的营收获利来说 不是会有太长远的效果 所以大家留意不要最高 我们都会整理一些资料在Lite里面 大家看的会比较详细一点 好 另外除了药品之外 包含了钢铁股的追踪 要看报价来操作 以及热门的题材盘点 包含创意 威盛 广机跟台药 留意一下台康生 拿到这个药症最新的进度 有机会带动台药的股价 也向上来攀升 如果说大家对于刚才阿文塞 所讲的个股 任何问题或想法的话 记得阿文塞讲 到他的Lite里面 跟他来这个索取跟询问 大家可以用手机拍一下 这个阿文塞大头 下方的QR Code 跟老师加个朋友加个Lite 你的持股问题 有任何这个想法或疑问的话 都可以跟阿文塞来提出 阿文塞有空的时候 可以在Lite里面 跟同学们来做分享 里面的资料 同学们也可以来做这个参考 跟这个做个功课 关了一下明年的选股 怎么样来找逻辑呢 明年不好 以及反映完毕怎么挑 而且呢 要找无关景气的升级股 比较有爆发力 还是前景美妙 透明的 健康的 比较有这个上涨的机会呢 请问邓老师 广告回来 舍定武器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武器股市同学会 今年的选股逻辑怎么挑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要找明年展望最好 基本面最强的来看 包含工业电脑 电动车IP股都是最具有长相的 那邓老师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提醒了工业电脑可以留意 我们来看一下 倒吃甘蔗 为什么工业电脑明年不差呢 因为缺料缓解 今年营收倒吃甘蔗 物联网自动化的刚需 通膨干扰叫嚣 有15家IPC厂商 11月营收都出现年月双征 而且在手订单 已经拉到明年的中旬去了 包含好多公司 11月份营收都出现年月双征 广基红宝跟化汉 EPS都还不错 刚才我想问一下 这些选股的逻辑 当然是要避开明年不景气 明年景气好的 明年展望家的 我们交叉比对之下 看起来工业电脑最有机会 其实工业电脑这一块 我觉得很有机会 包括我们再讲的Type-C 明年这个i15的一个 所谓的规格会改用Type-C 再来这个电动车 也会有所表态 这都是一个产业的趋势 尤其各位先来看 工业电脑这一块 我们发觉到很多的公司 所公布出来的营收很漂亮 最重要是到明年中旬都没有疑虑 所以基本上趋势是中藏多 好 我们来看 这些股票都有基本面 而且本益比不高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选的就是什么 来看它反映了没有 极其的高低 还有本益比 谁比较低 那去做一个比较 所以我们来看几档股票 像广基 广基为什么今天会开高走低跟长黑 因为它碰到了前面的高点 这是我们在讲的基期的问题 还有前面的高点 再来各位来发觉到 这个最大量这根K线是在这里 上涨的过程当中量缩 可是这根大量也没有跌破 所以基本上它就会陷入个整理 我们再看3022的威强电 工业电脑 这些股票你看都出现这种讯号 这好厉害 开高走低 过高 一过高就下来了 真的够强了 也就是说我短线上 已经从50多涨到80几 好 我们再看工业电脑股王 2395的岩滑 2395岩滑 它基本上就没动 我们之前讲说 为什么说2395的岩滑 我们反而会建议 同学们如果有岩滑 你把它换到化汗 因为我们看基本面它很清楚 它前三季赚10.59 但是我们看到化汗前三季是赚了13.29 我赚比你多 股价落差了100多块 而最重要是我这边 半年线在这边撑着 有没有 我这个地方就是在做一个底型 所以未来1比1的等距离涨幅 是可以期待的 1比1的等距离涨幅 刚好会碰到这个地方的大打压力 但是你会买得安心一点 所以基本上从工业电脑里面 我觉得从刚才我们看到的 威强电 广机 这些股票就是股价 已经有反应了 基本上化汗会比较值得注意 我们来看一下4916四星科 好 4916四星科 你看它创高之后就下来了 所以这些股票 其实工业电脑 我们就把它精挑细选 我觉得各位可以好好的 有化汗 虽然最近都是维持小涨小涨 可是它就是在等待一个攻击 你会比较安心一点 刚才讲到工业电脑机场个股 包含的士兴科 广机等等 这机场个股都已经在挑战创高 再度创高的边缘 既然有人已经敢创高 营收还有继续向上升的空间的话 落后补涨怎么来追踪呢 等一下邓老师会教 那提醒大家喔 年底之前作账行情 是不是等到今天晚上CPI公布之后 一翻两登也给大家一个痛快 如果真的数值降非常多的话 明天之后大盘指数有机会再启动吗 启动之前要怎么样的卡位好股票呢 看一下喔 大家除了可以参考画面上面这张表格之外 也可以跟我们邓老师 加个朋友 加个Line 用手机撒一下 老师大头娃娃下方的QR Code喔 扫进去之后呢 相关的个股的操作 或是你手中 有一些其他的股票 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的话 都可以跟老师来询问跟讨论 老师的这个选股的资料 每天更新 怎么样做介入怎么停损呢 在Line里面 都会跟大家有更进一步的分享 它的技术教学的操作 很实用的喔 那老师我们从个股来观察 好 那我们来看台积电 其实我们之前告诉各位 台积电到467是回档0.3的位置 那基本上你发觉到 虽然今天台积电是跌3块半 可是467也没有跌破 那关键在干嘛 就是在等 当然市场上说 我在等CPI的数据 最重要的是它时间波的修正 没有那么快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条半年线它是走平的 季线是走平的 所以它就在那边等待 然后现在季线扣底在这一根 季线 接下来是一直往下扣底 有没有 这一段时间是往下扣底 所以它慢慢就是会上扬 所以不管今天CPI 我觉得应该不会太差 因为昨天美股都赶涨了 但是我们台股 我们台股是先走在等 那会不会说今天公不出来 没事啊 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可怕 那反而就往上公 报复性的反弹 那也是要看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目前467并没有跌破 所以它告诉你说 我回档0.3的位置 基本上是OK的 那回到大盘呢 大盘是回了27% 所以是0.27 所以它回了688点 也没有跌破14463 所以你发觉这两天都是力手 14500点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 是拉着大盘动的 所以各位发觉到一件事情 今天涨生即涨钢铁 大盘还是跌啊 对不对 大盘还是不会涨 可是大盘也没有跌破 14500点 所以你大盘要再涨一波 代表说我时间波这个整理完毕 或者说所有的不确定因素的消息 已经利空出尽了 大家不会害怕了 台积电一动大盘就会再动一波 所以就是看台积电 基本上我们再看下一档也是一样 下一档的股票是这个普瑞 好 普瑞 我想普瑞这一块 我们讲到特别系这一块 明年一定有搞头 所以基本上最近你发觉它都不涨 它就维持在800块上下有种 电子股就没风 基本上我们可以发觉到 未来1 2 3 4 5 6 7 8 8 9天都是往下扣底 既然是往下扣底的时候 这个季线就会上扬 既然季线会上扬 那告诉你你当然要布局 所以你现在布局像这种 TOPC相关的概念股 你不是看一两天 你甚至要看到什么 一月份我们的封关以前 帮自己赚一个年终奖金大红包 我觉得机会就很大 好 约老师帮大家算到 反弹1 3分的一个目标在那边 空间都还很大 空间很大 再来翔硕也是一样 它开始往这里扣底 季线 所以你发觉它季线在这里 你发觉它越接近季线你越要买 因为我接下来开始往下扣底的时候 我季线会开始上压 然后我的指标修正到KD20的 这就是最漂亮的时间波修正 股价不用大跌 它就磨在那里 可是我让整个指标修正到20 那一旦修正完毕 一勾上来就是另外一波起涨的开始 所以最近的跌下来 其实有很多LINE的同学都会问我说 那怎么办 好像邓老师介绍的普瑞 翔硕都不涨 都涨不动 因为你可能目光去注意说 今天涨停满了钢铁股 生技股 但是很多股票昨天很强 搞不好今天杀下来 其实很多 有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3558的省准 对 3558省准 这个营收还不错 是不是很好 对 还有昨天的那个 855蓬城也是 对 你看 涨两天 这天还跳空 对 还跳空 我一天就吃掉两核 会把你吓死 所以这种股票为什么说 因为它已经碰到前面这边的大压力 不是它不好 所以我们有时候 买股票是这样 希望同学们能够买到安心的股票 然后后面涨得理所当然 你不会害怕 那一样 它不是相关的这个 他你看扣底都是往这里 对 所以这个一直扣底到 往低档扣 扣到封关 所以这些股票下来 基本上100块上下 好 基础面再告诉你 这个再往下扣底 季线有机会走平向上 那惠特也是一样 你看它现在扣底在这里 对 那你发觉到 我前三季赚12.76 那开始季线慢慢扣底 要往上扬了 所以基本上回到月线附近 就是个买点 好 你发觉最近它月线 稍微快要接近了 要注意一下 每天追踪一下 对 找一下比较适合的介入 好 那化汉 我们刚才有提到 基本上我觉得真的 工业电脑这一块 对 就剩它你的表彩 其他的都表彩了 对不对 那炎华跟化汉 就是要注意这一档 好 金测 金测也是一样 我们说过 只要接近月线 甚至500块下 因为这边的景线 我们知道491.5 越接近景线 你越要去买 对 才能享受1比1的等距离 好 万论也是一样 你发觉到它月线是往上的 那季线开始要往下扣底 所以接下来 这边就会勾上来 好 三不化也是一样 台积电大头红 这个都是开始 所以台积电动它就会动 对 因为现在台积电没有涨 今天跌 所以它还稍微拉回 拉回就是给你买的 基本上 畢竟明年 量缩得很漂亮 明年这个扩产 扩产的动作是很积极的 最后一档 玉太 那今天这个玉太 另外特别提一下 各位发觉到 你看它KD已经来到这边勾了 是 然后你发觉到 它整个季线在这边 所以你发觉到半年线在这 季线开始往上勾了 你发觉它很强 你来看一下 它今天是算强的 你再看一下江坡土 你就发觉它真的太强了 好 有没有 非常强 现在涨8块半 是 为什么 因为光反弹3分之1 要看277 它早就过了 对 它就是在走N字形的上线 好 那KD也是在50以上 有没有看到 从周K来 对 日K已经从20D檔交叉了 反弹3分之1看277 所以这个就是你看得到方向 好 OK